6月20日晚上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一场已经确认的巨大 而且极其危险的龙卷风 袭击了芝加哥西部郊区 造成了破坏 芝加哥地区公共事业公司 联邦爱迪生的网站显示 雷暴席卷美国伊利诺伊州 北部密歇哥湖附近的地区时 超过2.2万名用户断电 周日晚上11点左右 龙卷风在杜佩吉县 伍德里奇53和75街附近着陆 根据芝加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 大约12座房屋被毁 4人受轻伤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芝加哥记者 在推特上表示 有6人受伤 一些居民被疏散到附近的避难所 该新闻机构补充表示 没有发生火灾 但是有很多天然气泄露 消防队长马克·普克·奈地斯表示 任何流离失所的人 都可以去蓝车围有小学避难 爱迪生的网站显示 仅在杜佩奇县就有大约1.2万名用户断电 而在包括芝加哥在内的库克县 大约有8000名用户处于黑暗之中